应小小真的长成大姑娘了,她现在身段非常修长,比身材高挑的楚风只矮了半个拳头,亭亭玉立,柔顺银发其腰,闪闪发光,但她的脸上却满是泪水,黯然神伤。 在今日这种氛围下,她却无比的伤感,牵住楚风的一脚衣袖,说不出的不舍,有种难言的痛与眷恋。 虽然有不少人望来,但是她却没有松手,因为她知道松开后此生可能就是天各一方,或许再也不会相见了。 这样的放手,也就意味着人生情感的彻底别离,此生注定遥望,永远地分开,后半生再也不会有交集。 泪珠不断无声地滑落下她的脸颊,她没有再说话,只是看着楚风,楚楚可怜,像是一只受伤的小兽,满是无助与悲伤。 楚风的心一下子沉重起来,她抬起一条手臂,用袖子帮她擦去脸上的泪水,她不知道如何安慰。 因为,人这一生感情虽丰富,但是有些却无法分割,如果她现在许诺,那样会致周西渔和境地。 尤其是在今天这个日子里,会受到严重伤害。 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这边的异常,附近不少进化者望来,明显不妥,这会让婚礼出现意外。 应遮仙走了过来,她轻轻抱住自己妹妹略微发抖的肩头,小声的安慰,想要把她拉走。 应小小面孔精致无瑕,可眼睛却红红地,长长的睫毛上沾着泪水,她很伤感,不想放手,可最后手指却还是无声地松开了。 我不是要搅乱这里,也不会破坏你和西姐的婚礼,我真的是不舍,我的心,好痛。 她脸色苍白,非常无助,哽咽着说道。 然后,她流下更多的眼泪,但最终却依旧毅然而决然地转身,背对过去,要与自己的姐姐离去。 她不想让楚风为难,不想为这场举世瞩目的婚礼带来意外。 刚才她实在是忍不住,真情流露。 尽管她知道,这样的转身就意味着,此生缘分已尽,再也没有将来,再也没有曾经的憧憬,那些情谊都注定只能收藏到内心最深处,此生将止于自己,一个人走下去。 楚风很想对她说一些话,但她张了张嘴,却什么也说不出,能够承诺什么吗? 她没有资格,也无法做到。 今天,是她与别人的婚礼,她有什么底气,有什么资格,去对眼前泪眼婆娑,慢慢转过身去的少女许以众诺。 应哲仙拥住自己的妹妹,然后看了一眼楚风,示意会保护好小小。 楚风沉默地点头,希望她照顾好应小小。 对于应哲仙,她早已没有了当初的怨分,仔细想来,换个角度考虑,应哲仙在当年喊出她的身份, 有其理由。 因为,那是杨坚的宝镜悬挂,她只要过去,必然会暴露身份。 应哲仙知道,她会露出破绽。 与其如此,她只能先保住自己的家人了,让杨坚那些势力确信她与楚魔没有理应外合。 楚风相信,那个时候的应哲仙内心的抉择必然无比痛苦,但她终究只能做出一个选择。 这时,因无敌也走来了,没有像往昔那样黑着脸,也无任何指愿,面无表情,扶住自己妹妹另一边的肩,要将她带走。 楚风的心情突然无比地沉重起来,她感觉自己心中像是有座山在压着,纵然是昔日面对诸天强敌,她都没有这般压抑过。 她能感觉到,晓晓离去后,此生都可能再也见不到那个聪明伶俐而又活泼好动的银发少女了,再也听不到喊她楚风哥哥的声音了。 应晓晓转过身去后,没有再开口,泪水不断地躺落,而后终于迈出了脚步,她想逃离了,因为她怕自己会忍不住放声大哭出来,会惊动所有人,导致这场婚礼造人非议。 她不想楚风被人指点,她要逃,远远地离开,此生再也不见了。 九道一身为道祖,今日坐镇此地,自然洞彻秋毫,什么都可感知到。 她看清了楚风的处境,也看到了硬小小的黯然神伤,甚至看到了在场其他所有人的面部神色与内心情绪。 她轻轻一谈,道,年轻啊,有多少时光可以重来,有多少人后半生空叹遗憾。 不过,这些在历史长河中,在灿烂星空宇宙下,个人的荣辱悲欢又算得了什么呢? 哪个崛起的传说人物没有过往,没有自己遗恨与哀续,多向前看,在长空下,在史书翻动的轰鸣声中,个人的一切荣辱得失都可忽略。 曾有弟子未复献祭,也有七冷月光下,空明仙子苦苦等人半生,亦有师长未受故土,抱着不可战胜的敌人一同离去,涌跺黑暗。 更有千秋万古的帝者,凯然放下身后所有红尘情,割舍倾固,只身一人远赴黑暗巢穴,千秋后无人知,只留下一行淡淡的脚印,诉说着曾经的欺伤与悲凉,万古功绩竟沉没。 辉煌功德,只显照一世,璀璨战绩中会暗淡,纪元更迭,谁能永留明,无数功绩,近藏土与沉中,年轻人昂起头颅,骄傲一些,神采飞扬向前看。 九道一叙叙叨叨,自顾平说。 最后,他又叹道,罢了,既然看到,我又如何能无动于衷,于心何人,就帮你们理清凌乱的纠缠。 身为道祖,长当事道则,今日我便公器私用一回,为而等接迁上线,实在见不得那些苦情与哀怨,但日后也要看你们自己了,种种因果,总有了结事。 九道一说完这些,便开始做法,唯有火眼金睛者,以及绝顶强者,能够看到丝丝端倪。 只见虚空中,交织出一条条红色的纹路,蔓延向楚风,又缠绕向硬小小,又扩张向远方。 一,你身上还真有大因果,我要动你,都觉得略微艰难。 九道一吃惊,看着楚风,他心中巨震。 狗黄感应到了他的情绪,也看向楚风,他心头一动,眼神一仰起来。 我帮你,今天做个红尘牵线人。 心地古青也出手了,笑容满面,很是慈善。 纵然正在哭泣的硬小小看到他,不知道为何都感觉到宁静,安心了一些。 两位道祖出手,一条条鲜红的纹路缠绕上几人,他们动用大神通,牵引因果线,红线缠绕诸人。 毫无疑问,两个老头子在扭转乾坤,冥冥中干预了一些事,这天地间多了丝丝的因果红线。 按理说,干预你一个小小的混元层次的进化者,不会对我们有任何影响,但若有意外,也会间接证明,你将来确实了不得,到时候不要忘了,还我大因果。 九道一说道,虽然这样说,但他完全没当一回事,他才不信楚风能做什么,时间来不及了,年轻一代没有崛起的时间了。 纵然他与古青都战死,形神消散,朱天归于黑暗,朱氏就此沉沦与冰封,而楚风侥幸活着,又能做什么? 没机会还他们二人什么因果了。 楚风知道,让道祖干预小辈的琐事,着实不易,这种层次的生灵目光,一般都不会投向小辈的个人因果纠缠等。 他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却也能感觉到善意,对两人很是感激。 此时,硬小小忽然就安静了,他感觉心中的阴霾与伤感都驱散了不少,被人安排到一座安静的宫雀中,没有抗拒,并未就此离开。 楚风看向远空,今天大婚,竟发生了这些事,虽然没有引起骚动,但依旧有些人看到了,他轻轻一叹。 短暂地回眸过去,他似乎看到了一些人的身影,林诺依,秦洛因,硬小小,夭夭,在记忆中一晃而过。 有些人来了,而有些人很久没有见到了,此生不知是否还有相见期。 婚礼继续,来的宾可越发得多了,成婚的新人有很多对,但是毫无疑问,以楚风这里最为耀眼,来的先王不算少。 至于贺礼,那可真是堆积如山,全都是奇珍异宝,各种西式孤品等,更有绝世经文,从那泛黄的纸张中自动显照出大道符文,一看就是正式之物。 纵然为纸张经书,亦难悔,可长存世间,主要是记载的东西太过惊人了。 咦,这些礼物中,有些东西怎么看着眼熟啊? 其中尤其以礼达提供的六份大宇集意图,最为吸引人的目光,这东西并不是最珍贵的,但是绝对是战略性进化资源。 主要是,这些物质很难凑齐一份,即使是在先王家族中也算奇珍,极其宝贵,就更不要说一口气极全六份了。 阳间黑暗源头之一的太医,脸色发黑,很长时间才憋出一句,道,有一份宝土是我家的。 南陀文言后,神色煞石变了,低声道,你不说的话,我还只是在怀疑,现在则确定了,其中一份湛蓝色的大宇集仙土,是我昔日的收藏。 刹那间,来自西天组织的一个老怪物,也是面皮顿抽搐,脸色难看,因为其中一份黄金色,色泽的大宇集意图是他的。 离黑子,上一次复苏出现后,所谓的一缕执念大战朱雄,只是幌子,与我们纠缠,而他另有分身四处偷盗与洗劫,简直是黑的头顶冒狼烟,太缺少道德了,我们的净土全都被光顾过。 接着,某处禁区的绝代老妖怪也悠悠开口,道,有一份是我家的。 连他这种绝顶真仙级生物的老巢,号称史前禁地的所在,也被倒挖了。 顿时,一干苦主聚在一起,愤懑不已,他们丢失的可不只是大宇集仙土,还有其他珍贵宝物呢。 上一次,混合大战前,黎大黑手一直在暗中抄家,好东西可没少学摸,结果苦无证据,一群人哑巴吃黄脸。 难怪黎黑手这么大方,全都是洗劫别人的家底凑齐的,他父亲的,这是凯他人之凯。 须,小声点,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他师父现在是道祖了,你找不自在吗? 再说了,他自己都是先王了。 一群人苦闷,气恼,却又无可奈何,黎大大黑手太可无可恨了,但是却没有任何办法,毕竟今天道祖是主婚人,谁敢在这里挑事? 今日,各方来客实在太多了,圣师和明书也在场,正在喝酒,远远地看着楚风,有欣慰,也有极许遗憾。 其实,他们很想喝他与妖妖的喜酒,可惜,那位侄女志不在红尘,他天纵之姿,此生只愿投身在净化路上。 师狐天尊也来了,虽然他的师父可能在场,为元族的强者,但是他不在乎,当年恩断一绝后,现在元族还敢在这里,找他麻烦不成。 在他的身边有一位妖娆妩媚的丽人,正是他的后人石伟天狐。 我觉得道祖的牵的红色因果线,对于未来有很大影响,你考虑下,要不也加入过去。 自投因果中,哼,狐足,尤其是九伟天狐,本就是魅惑天成,单一个哼字都足以动人心惊,就更不要说是十伟天狐了。 不远处,秦洛音也来了,在一座偏殿中,和声细语,正与白镜的小道士说话,露出母性光辉,慈爱之色,溢于言表。 恭喜你呀!狗黄碰了碰辅尸,辅尸心不在焉,爱搭不理,好长时间才问道,何喜? 小道士的父亲今天是主角不提也罢,你看,连他的娘亲也来了。 狗黄嘿嘿地笑着,关你屁事,而这又与我有什么关系,有何喜悦? 辅尸神色不善,周围,一群老怪物都露出看戏之色。 狗黄大咧咧倒,怎么不关你的事,今日,你可谓是老来福报,父母双全了。 你都这把年岁了,还能有这种福气实在是天见可怜,多少人多少辈子都修不来的福源。 附近,一群老怪物都目瞪口呆,而后实在忍不住,全都笑喷。 辅尸的心态当即就崩了,脸如黑锅底,超家伙就要与狗黄决一死战。 纵然是九道一与谷青也是嘴角颤动,在那里嘿嘿直乐。 狗黄与辅尸乒乒乓乓打起来,不过了解的人都习惯了。 因为这俩货自古至今一直都在掐架,如果哪一天和睦相处在一起才不正常呢。 老来福报,父母双全,你还不知足吗? 狗黄叫嚷。 辅尸实在受不了它,当真是有点崩溃,这死狗从来都是满嘴芬芳,气死人不偿命的狗东西,简直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一座座悬浮的岛屿,穷楼玉语成片,鲜月阵阵,灿烂的花瓣漫天飘落,锐琴飞舞,享受守护四方,已经开宴,道祖亲自主持,自然是空前盛况,一对又一对新人相继到了。 周西也来了,身披红衣,头戴凤冠,宛若赤霞绽放,流传出祥和而安宁的光滑,锐气涌动,他美丽绝伦。 在他的身边有一名紫发少女,有些呆萌,正是紫鸾。 他扶着周西向楚风走来,满脸喜悦之色。 楚风惊讶,与紫鸾分开后,将他留在了雨上的身边,今天他怎么陪到周西身边了? 他不接暗中传音。 显然,紫鸾很高兴,道,我觉得,当是女当习惯了,这样挺好的,以后每天都能见到你,最好不过。 他没心没肺,一副很开心与傻兮兮的样子。 楚风以前恐吓过他,吓唬过他,结果他反倒欢天喜地,愿意留下来,让他有些无言。 这一次,他又举起了手,但最终又放下了,没有像以前那样赏他脑门一记暴力。 楚风牵起周西的手,与他一起去敬酒,感谢亲朋,以及诸王,更要谢过两位道祖。 周霞身段婀娜,如仙怜般出尘,修长躯体盈盈发光,可谓是兵机玉骨,此时的他无疑是惊艳的,美丽的近乎虚幻,倾城倾国,固盼生姿,灵动的大眼眨洞,洁白的双甲上染上了淡淡的红韵。 无庸置疑,在众多新人中,他与楚风是最灿烂的一对,引人瞩目。 呵呵,真是一个好日子,天庭出力,借新人婚宴,将喜庆的氛围传播向朱天,可是,朱天明明衰败了,要终结了啊,这是在鼓舞士气,还是冲袭呢? 天际尽头,雾矮翻腾,传来不善的声音。 哪个想搅局?有仙王贺道。不只是一对对新人微怒,古青的脸色也阴沉了下来。 有人在这种场合下搅局,这一是对身为主婚道祖的不敬。 别误会,我是来送贺礼的。 天边,有一个青年走来,背负双手,带着淡淡的笑容。 他相当的镇定,一甩袍袖,顿时有浓郁的灰色,不祥物质翻腾,包裹着一个箱子,送到了天宫中。 既然送礼了,你们是否也要回礼啊? 他言语不恭,目光扫过人群,而后看向了周西,道,嗯,这女人碧月修花,可谓国色天香,不错啊。 他大啦啦地点评,道,要不然就将他作为回礼吧。 这实在太放肆了,简直不将众人放在眼中,挑战所有人的心理极限。 来人可以说无礼至极,傲慢飞扬,简直是肆无忌惮,这分明是搅局而来,哪有这样说话的? 他居然当众索要新娘子当回礼,实在欺人太甚,谁都无法忍受,许多人都恨不得当场撕裂他。 尤其是年轻一代气血方刚,更为容易冲动,一个个怒法冲冠,从未见过这么张狂与惹人憎恶的人。 他当着的诸王的面,当着两位道祖的面,提出这种要求,横瞒不足以形容,实在太出格了,挑战所有人。 他看起来只是一个青年,身穿灰袍,满头长发,英式狼固,一看就是桀骜之辈。 虽然看着年轻,但谁都知道他不简单,不然何以敢毫无顾忌,只身闯入天庭。 楚风眼神冷漠,浓密黑发飘起,无形地杀起,冲销而上。 他很少像现在这样迫切,想在最短的时间内格杀一个人,对方竟敢在他的婚礼上如此跋扈,纵然是轻狂,也来错了地方,找错了人。 我会杀了你。 楚风开口,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动了真怒。 不要生气,对这样一个言行丑陋的人,不值得动气。 周西握住楚风的手,轻声细语,劝他不要为这种人置气。 我不会让他影响我的心情,解决掉就是。 楚风点头,哈哈,来人放肆大笑,颇为轻狂,野性不逊,站在天宫中背负双手,道,你杀不了我,而且这里没有任何人刻意杀我。 他很笃定,言语间满不在乎。 你这诡异生物,贸然闯我天庭,一而再地无礼,真以为我不知道你背后有老怪物之称吗? 古清大贺,并且他亲自动手。 他没有命令其他进化者拿下此人,因为他感觉到了不妥,甚至都没让先王发难,而是亲自下场。 道祖发怒,诸天共振,大道和鸣,无数条规则显照映现在诸天大世界中。 古清的一只大手向前覆盖,直接压了下去,如果没有人庇护,此人必将成为一滩血泥,行神皆散。 然而,在这灰袍青年的背后,直接走出来一位双目如金灯般的男子,满头灿烂的金色长发,油若黄金铸成。 他面如刀削,很有立体感,双目炯炯有神,一只手扬起,砰的一声,直接抵住了道祖的一击。 轰隆一声,整座中央天宫炸开,长空更是瓦解,全面崩灭了。 附近,一座又一座岛屿,连同天穷都一起在军列,直接要爆碎了。 这是毁灭性的,也是灾难性的,足以将无数人碾压成血泥。 若非九道一出手,以柔和的大道符文交织,蔓延向每一个角落,庇护了所有人,必然要出现惨剧。 道祖,诡异生物中来了一个绝世强者,强大的简直要让人窒息,轻松而直接地将古青挡了回去。 他看起来面色白皙,如同玉石般晶莹,金色长发极其绚烂,宛若黄金太阳照耀长空,眼神犀利,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 这是给各族来了个下马威,天庭出力,就有人来震慑,一位恐怖的道祖亲至,实在令人几倍发寒。 看样子,古青似乎还落在下风,这可不是什么好的兆头,心地才登上大位,就有诡异生灵来作乱,那个金发中年人正在无声地藐视。 忍不住了,怕这一代人崛起,从而对你们造成威胁。 古青虽略微逊色,但依旧向前走去,九道一则堵在了后方,手持铜毛而立。 不,这个时代的生灵实在太弱了,我有些失望,所以亲自过来看看,果然如此啊。 金发男子开口,然后,他翻手一掌,就向虚空阵去。 轰的一声,天地炸开,万物凋零,死寂笼罩了整片空间, 那个方位的岛屿消失,苍穹瓦解,一切截灭。 就更不用说,在那只手掌方位的进化者了。 无论是飞舞的祥琴,还是守护在岛屿上的锐兽, 亦或是各族的翘楚,都难逃劫难。 即便是真仙也不例外,荡成粉身碎骨,鲜血死剑。 哪怕是先王,也是同样的下场,在那只大手下化为血泥, 直接爆开,血光点点,无比的凄烈。 道祖一击,根本无人可挡,先王中的绝顶人物也抵不住,难逃一死。 这实在太可怕了,虽然九道一与古卿在场,但是也来不及阻止这突兀的一击。 谁都没有想到,他这么的霸道,没什么多余的话语,直接就下了这种死守。 可以说,诡异源头来的这位道祖,随心所欲,是常理而不顾, 无从沟通,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是非规矩,条条框框对他来说无效。 他想杀就杀,想灭就灭,无情而冷漠,不会与人讲任何道理。 或许在他眼中,各族生灵皆为雏狗。 许多人目自欲猎,太惨烈了,那个方位没有生灵了,一个人都没有活下来, 他们的亲故都在场,怎能接受这样的结果。 苍天啊,为什么这样残忍? 诡异怪物,我警号人民币百分号,有人怒吼。 更有少女大哭,犹弱气血,实在难以接受亲人惨死在眼前的结果。 事实上,这还是那位道祖控制自如,没有扩张道文的结果, 只针对那个方位的特定人群,不然的话还不知道要多么血腥与恐怖。 这一结果,顿时让所有人都认清了现实,一个动乱的年代确实到来了,血与火,还有无边的大劫都到眼前了,再也不是传闻。 真相是如此的血淋淋,逼近到每一个人的身边,谁都逃脱不了,最可怕的血色大时代席卷而至。 你真是跋扈,肆无忌惮啊。 古青咬牙切齿,当着他的面这样行事,完全没有将诸天的两位道祖放在眼中。 九道一也是脸色阴沉,手中的青铜绽毛扬起,指向那尾金发道祖。 此外,藏天图也在缓缓旋转,悬浮在他的头顶上方。 不过,在进宫前,九道一与古青也做了一件事,周身波纹如浪涛,荡漾出去,方才倒塌的宫殿,崩碎的岛屿,以及那些行神炸开的生灵,竟又都重聚了,缓缓重塑而出。 这便是道祖的手段,他们没能及时阻止对方赖一掌,但却可以封锁乾坤,保护住真灵不灭,生命之血残存。 现在,以道祖的手段,自然可以让那些人附生,时光游弱倒流,一切都被逆塑,所有进化者都活了过来。 但对众人来说,刚才的经历太可怕了,在道祖的一掌之下,被规则撕碎,绞杀成粒子,而后又被九道一与古青凝聚,再造真身,痛苦与绝望,还有血淋淋,实在过于甚人。 活了,祖父他恢复了过来。 天啊,道祖在上,感谢您施展伟力。 许多人惊叫,喜悦,震撼,而后大声欢呼,刚才荡真是在地狱与天堂间行走了一趟,折磨人心。 自以行事,随手杀我借族群,视为草借你狗,你们真当自己可以妄为了吗? 九道一寒声道。 他出手了,手中的青铜毛直接洞穿虚空,到了那个金发稻祖的眼前,刺向他洁白的额头。 叮,火星似箭,道文剧烈震动,在这金发男子手中出现一杆漆黑的铁鸽,震开了锋锐是青铜毛。 道祖动手,足以让天穷崩塌,山河尽毁,不过关键时刻,古青出手庇护住了四野,以无量鲜光遮拢了战场。 此外,九道一也有意控制,没有崩坏天地。 我劝你,还是不要动手。来自诡异恶土的金发稻祖开口,杨借的前辈,我看你们还是罢手吧,不然后果难料。 那个灰袍青年也开口了,带着笑意,并不惧怕稻祖之战。 同时,他在的背后又浮现出两人,一起走了出来,站在重组的中央天宫中,冷冷地注视九道一与古青。 一个满头黑发的男子,身体健硕,非常高大,像是一节铁搭矗立在那里,带给人无边的压迫感。 这还是他没有释放自身道则的缘故,若非如此,简直不可想象,因为这必然是一位可怖的道祖。 另外一人满头银发,光滑灿灿,看起来不过中年人的样子,富有强大而蓬勃的生命力。 但是,哪怕他收敛了,也有不祥的气息弥漫,极为赦人。 三位道祖驾铃,全是诡异源头的生物,震慑人心,这还怎么对抗? 朱天这边的人,简直绝望了,这是还是乱世到来的初期,就意味着他们要全灭了吗? 根本看不到哪怕一丝的曙光与希望。 无论是谁,都感觉到了强大压力,让人要窒息,三位道祖亲临,这还怎么抗衡? 这个机缘从来没有过的是,道祖杀劫道来了,让狗黄的脸色都变了,想到了某些极为黑暗的年代。 这些不祥的生灵,甚至有些眼熟,当年是不是激战过? 所以,两位老人家可以安静一些了吗? 无躁动,心平气和人才能活得长久。 灰袍青年开口,可以说,他相当的轻慢,面对朱天这边的道祖,居然都是这副语气,他分明离这个层次还远呢。 九道一直接一巴掌就扇了过去,一个小辈而已,也敢对他讥讽与奚落,恫恶他不要乱来,不然活不长,真是够了。 轰隆,他的巴掌盖下去,天翻地覆,不过却被那个银发道祖挡住了,两掌尖道纹密密麻麻,交织在一起,演绎大道的生命。 所有能量与波纹都没有爆发,而后收敛在两个手掌间。 道友,对他动手就是削我们的脸面,他虽然不招人喜欢,但这次却也算是我方使者。 银发道祖开口,冷悠悠,不带着任何感情。 显然,诡异生物中三位道祖都不怎么爱说话,为此专门带来灰袍青年,使者应有的琐事都丢给了他。 灰发青年笑了,道,打我如同针对道祖。 他首先这样强调,然后才开始说正事。 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耀武扬威,只是对你们太失望了。 这一纪元,你们着实太弱了,并未能诞生出什么精彩绝艳的拓录者,没有一个足够有分量的生灵,好生让五等失望。 他当真是毫不留颜面,赤,裸裸地削诸天众修士的脸面,直接说这个时代的进化者孱弱。 再加上你们赶上了不好的时光,我等的祖地源头,陈眠地,最无敌的意志相继复苏,你们口中的不祥与诡异注定会鼎盛到极致。 这则消息可以说骇人听闻。 纵观古今,但凡黑暗时代到来,都是无变的大劫。 而这一次,有可能会是不祥与诡异的极致大爆发。 可是,朱天这边似乎却是最为衰弱的年代,两相对照,简直无法比较,拿什么去抗衡。 这是一个让人绝望的年代。 我们最为强大的时代到来,至高的生灵皆回归,所以,对你们没有耐心了,未给我等惊喜。 与其如此,不如全部推倒重来,抹个干净,自此开启新纪元,让这片生命沃土重新萌发与开始吧。 如此的话,终会找到他。 他们要找什么,让人们心惊肉跳。 杨坚一位先王,忍不住开口。 上苍某位陆晋级生灵,曾干预朱天之事,与尔等的主记者达成一致。 朱天归一,有一线生机,另有密约,现在还不是开战士。 灰袍青年冷笑,上苍凭什么管我等? 又不是我方最强生灵,笑话。 上苍的那几位,自己都不行了,那地方中会化作归鬼欲,所剩不过是执念而已,还妄敢干涉我族源头的最强意志。 可笑。 他透露的一些信息,若是深思的话,着实让人惊悚。 九道一与古青都没有说话,到了他们这个层次都知道,一切到头来,终究是要平实力说话,其他都是虚的,靠不住。 这一事儿等确实很弱,倒有,我们去切磋几下。 银发道祖对九道一示意,你我也切磋下。 最早现身的金发道祖淡淡地对古青开口,那个如同铁塔般压迫人的黑袍道祖,依旧一语不发,冷漠地看着众人,不过最终也跟着离开了。 几位道祖直接进入狱外,消失在众人眼前,现场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那个灰袍青年男子的身上,杀气弥漫,许多人都对他有非常浓烈的敌意。 各位,稍安勿躁,几位道祖说不得很快就会切磋完毕,我劝诸位不要妄动,针对我便由落队三位道祖开战,这种后果你们承担不起。 灰袍男子淡定地开口,他确实有恃无恐,身为使者,又有三大道祖之称, 强缘就在天穷外,他没什么可怕的。 这时,没有道祖帮他遮掩气息,人们已经清楚他的境界,一位真仙级的生灵,进化层次很不简单。 但是,若是凭他自己的境界,根本不足以有这种底气与态度。 同时,人们也明白了三位道祖的话,说他不招人待见,绝对有道理,在诡异生灵中估计都是惹人厌恶的角色。 最起码,他碎嘴子,一个真仙级强者本应是内敛的,气质出众的,哪有这么多叽叽歪歪的话语。 他却毫不在意,就是这么的张扬,跋扈,相当的轻狂。 有先往眼神冰森,露出冷冽的寒意,想秒杀他,但是,想到三位道祖,他们又忍住了。 因为,稍微一冲动,若是惹出三位老怪物发难,谁都挡不住,或许一念间,就是血水滔滔,生灵涂炭。 我听闻天庭出力,又得惜,这里有许多新人成亲,是个喜庆的日子,所以来了。 灰袍男子自顾自说,一点也没有拒谨感,并且相当的不见外,走到电雨中,拿起浴盘中的一枚鲜红的神果,张嘴就咬,甘甜的红色枝叶都溅落到嘴外了。 连上天,都有好生之德,更何况我们这样伟大而祥和的永恒不灭的种族,也不是非要覆灭各大进化文明,不过是想找个答案,找某种寄托而已,不然,纵然是伟大的无敌意志,也总觉得不妥。 嗯,说远了,这些涉及的层次太高,你们永远都不会懂,没有机会走到那一领域中。 其实,我们也不愿动辄就流血飘露,看着一蹴又一蹴闻明之火熄灭,毕竟这些也是生命啊,过往的血与乱已经够多了,少些杀戮为好。 他居然满嘴的少杀生,悲天悯人,说诡异族群是祥和的种族,实在是让人感觉可笑而又愤慨。 这就是实例,到了该族群那种程度,纵然做出滔天血货,日后也可以书写光辉灿烂的历史篇章。 所以,我来这里进行拯救,向往新生的种族,渴望更高进化文明的道统,我们愿意接引,带你们走向灿烂的文明海洋。 他说得很激昂,自己都沉浸在当中。 然而,周围不少人的脸色都变了,对方实在是无所顾忌,就这样来招安,要赤裸裸地颠覆天庭。 先由诡异方的三位道组来压制,威慑朱天,恐吓出力的天庭,然后再由灰袍男子出面瓦解个步。 他们行事简单粗暴,就是这么直接干预朱天内政。 顿,楚风贺道,对此人忍无可忍,再加上在场这么多先王,而这个人却视如无物,就这么嚣张地招揽人马,实在可恼可恨。 你家师长没有告诉过你,要尊敬前辈吗?尤其是我代表三位道组,在园等对话,你敢对我无礼? 这是谁家的孩子,还不拉走去严城? 灰袍男子背负双手,老气横秋,在这里指责楚风,要让朱天的人诚挚这个年轻人。 他自己早先都对朱王不敬,对道祖没有恭敬之心,有些轻慢,现在反倒对朱天挑礼了,让人不齿。 许多人对他横眉冷目,心中情绪被压到一定程度,马上要抱起来了。 嗯,你是成婚的新人之一,年轻真没规矩,我刚才不是对你送上贺礼了吗?你该回礼了。 我说过了,诺,你身边的女子不错,罕见的空灵明镜,风姿绝世,回礼就是她吧。 他又一次提及,这当真是辱人,浑然没有将楚风放在眼中。 狗东西,不,猫东西,不要脸的恶心怪物,你找死吧。 喜欢满嘴芬芳的狗黄开口了,为楚风出头。 虽然他爱咬人,喜欢以各种芬芳洗礼人的灵魂,但关键时刻,他还是护独自的,愿意照料几方人。 事实上,不止他上前,斗战弥猴王,黎达等六七名仙王都逼过去了,甚至还有与黑暗生物有些关系的堕落仙王走了过来,要跟着一起教育这名真仙。 看得出堕落仙王一族真的心向光明,想要回归本源。 狗黄拦住了别人,他抬起大爪子,就要直接一巴掌扇下去,呼死这名真仙,让他变成一滩血泥。 不要为杨坚惹来滔天大祸,挥袍男子喝倒。 然后,他就抬头了,在那天穷外有一个铁塔般的黑色身影浮现,太压迫人了,令所有人心头压抑,几乎要窒息。 连仙王都如坠冰窖,宛若雏鸟被洪荒猛禽盯上了,一动不能动,这是一种源自灵魂本源最深处的恐惧,宛若带着仙祖的惊悚记忆。 所有人都将在当场,那是被盗祖无形的气场压制了,直到片刻后,天空中的压迫黑影才消失不见,他并未出手。 可是,现场极度的沉闷,这还怎么抗衡,连一个口出狂言的真仙都杀不了吗? 诡异生灵的源头,恐怖的盗祖不止一人,今日直接就降临了三位,实在震慑人心,撼动了许多人固有的观念。 但是有个人却没有怕,缓缓迈步,正是楚风,这让许多心念动摇的人都深感诧异,他一个混元层次的进化者要去面对真仙。 楚风,周西担忧,眼中斜满焦虑。 楚风摆手,告诉他不用担心。 他赶走出去,自然有底牌,现在的他体内藏着无比浓郁的杀鸡,今天诡异生灵实在引发了他的真怒。 狗黄等人回过神来,也是恼羞成怒,甚为先王,居然被人那样压制,连一个真仙都杀不了吗? 他是谁,追随过天地的生灵,岂能被人恫吓,哪怕是盗祖,也不行。 这一刻,他与俯师一起迈步,向前走去,就要发飙。 天地,夜黑,你看到了吗? 我是你兄弟,被人欺辱了,身为天地你在哪里,险兆啊,给我打死那三个盗祖。 狗黄丝毫,他实在不甘心,若非顾及在场其他人的安危,他必然爆发了,纵然那个黑影下杀手他也敢先弄死眼前的真仙。 他忍着怒火,呼唤昔日真正无敌的天地,想拍死盗祖。 其他先王也都怒了,一同向前走去,今日,诡异生灵实在过分了,这样羞辱性的挑衅让人无法忍受。 各位前辈暂且止步,一切都让我来。 楚风开口,阻止了狗黄、腐尸、斗战猕猴王等人。 在他的脚下,有某种神秘连衣扩张,宛若大道,向前蔓延,他踩在上面一步一步逼近那个真仙级灰袍青年男子。 狗黄当时就直眼了,他不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涟漪,当年在混合大战时,就曾有一个神秘高手出战,就是踏着这种无上大道光波。 现在,楚风竟然踩着同样的波纹,让狗黄的眼睛暴舍神芒。 他顿时全明白了,居然是这个小子。 最近,他一直在暗中观察楚风,早就有一样的感觉了,现在无疑被证实了。 浮尸先是心惊,然后又有想骂娘的冲动,当初在混合畔,神秘人就曾占过他便宜,现在都一一对应上了。 不过,这一次楚风并未荡漾出恐怖的能量气息,一切都很平和,外人根本知道他现在的底细。 这就是楚风的倚仗,他要弄死这个真仙,纵然盗阻来了,他也想对决,最起码先打一场再说。 早先,他拥有别的底牌,如那张石琴,他曾轻弹一记,让从轮回路深处走出的八百强者瞬间化作飞灰。 他不知道,对上真仙后石琴是否还有如此奇绝威力。 但是现在,他不用顾虑了。 在诡异生灵中,三位盗阻一再地逼迫下,他又有了当日的感觉,他身上某种力量复苏了,想要宣泄,想要打出恐怖的攻击力量撕碎眼前的一切敌人。 而这一次,他的感应更深了,甚至模糊地觉察到了力量的源头。 这是因为他进阶了,成为了混原层次的生物了吗? 所以,连带着可动用的这股力量,也越发清晰,威能会更大。 不知道根底的人,根本不知道处逢现在的状态,毫无所觉,不明白他体内究竟汹涌着怎样一股恐怖的力量。 那志强的道则,骇人的规则符文等,都折服在他的血肉深处,无比内敛,没有一出,哪怕一丝一毫。 灰袍男子淡淡地扫了他一眼,没有搭理,依旧在面对各族的元老等,镜子开口。 诸天衰败,天庭雷若,注定将涌跺黑暗,全面沉沦。 向往光明,愿意走向无上进华道徒的家族,请来我这边,这是为数不多的机会。 否则,错过就是此生此世最大的遗憾,日后便是阴阳之隔。 我仿佛已经看到染血的河山,败落的大千宇宙,冰冷的冻土,破碎的星空,寸草不生的文明废墟,一切都早已注定,没落,永迹,这便是最后的落幕,终局。 他说的平淡,但凡是经历过纪元大截,从其他纪元活下来的家族等,都很沉默,即被冒寒气。 不去谈论此人美化诡异族群的话,但提他所描述的最后的结局并不过分,因为历次纪元覆灭都极其恐怖。 而今世,按照他所说,诡异源头最伟大的意志复苏都将回归,不祥的力量将达到最鼎盛之势,试问谁可抵挡,结局必然更可怖。 猿族竟然动了,以该族先王为首,一行人毫不犹豫地走了过去,来到了那位挥袍男子的身边。 狗黄低吼,我就知道,这种恶狼式的家族早该杀个干净,全部弄死,说什么给他们一次机会,若是不悔改,真个判处诸天,再将他们镇压,当跑回用。 现在好了,一个针线来招揽,他们就立刻反叛了过去,真是出息啊,可笑,可耻,可悲。 他早就想弄死元族所有人了,未夭夭于羽上出气。 但是心地觉得,影响不好,若是天庭出力,就将明面上投靠过来的一个王族抹除,恐怕会引发大动荡,让其他古老的势力有唇亡齿寒之感,生出别样的心思。 接着,四杰却足也动了,该族的先王率众而去,站在了灰袍男子那海一边。 两族的这种立场,这样的抉择起了一个非常不好的示范效应,片刻间又有数族无声地跟了过去。 你们要知道,投靠过去也不见得有什么好下场,不过是炮灰,去做脏活累活,甚至堕入黑暗,迷失在灰物源头,进入不祥的金色血液中,丢掉自我,成为培养不祥生物的圆胎。 俯师严厉警告,这一刻,有些犹豫不决的人安静了,灰袍男子微笑,没有阻止他说话。 他看向元族,四杰却等强势王族,道,明智地选择,你们必可万古长青,其余者不过是结晖。 当说完这些,他才看向楚风。 在此过程中,楚风没有说话,就站在不远处,他甚至都没有拦阻元族,四杰却等,任他们过去。 在今天这种特殊的处境下,也正好分辨出敌我,早点将这些意志不坚定的道统筛选出去,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他现在的心绪已经平静了,不会因灰袍男子的话语而动怒,因为他有足够的底气捏死他们。 我说的回礼,你准备好了吗? 呵,倒也不是为我准备,我喜爱的一位子之不错,也唯有这种空灵明镜的女子才配得上。 灰袍男子背负双手,扫尸楚风,这已经不是傲慢与恫吓,而是最直接的羞辱,完全就是故意的。 随后他一招手,从天际尽头飞来一行人,其中有个年轻人对他弯腰见礼,喊他为叔叔。 灰发男子看向楚风,道,听闻你小有名气,而我这位子之也是天才,只是比你境界高啊,原本还想让他与你切磋呢, 但这样太欺负人了,算了,带走回礼就好了。 那个年轻人站起身来,而后转过身,面向楚风,露出冷冽的笑意。 竹天这一边不了解内情的人,都为楚风而忧,为他急躁,更为周西的下场担心,这实在太欺负人了。 灰袍男子又道,你不服事吗?满腔怒怨对吗? 可惜,没有用,发生的事终将都要发生。 他好征一霞,平静而淡然,蔑视楚风。 拿话挤兑人,还要夺走楚风的一切实在有点歹毒,这是要逼他拼命吧。 有人就要站出来,但是楚风一摆手,又给阻止了。 说完了,也差不多了,先送你们书职上路,然后我再清理门户,接下来我还要去杀你们的道祖。 楚风声音平缓,无喜无忧,但是却表现出一股强大的意志来。 真是笑话,如果按照你们阳间的划分境界的标准,我已经是准大于其生灵,而你呢,混缘嘛,也敢对我大言不惭。 灰袍男子的子侄大笑道,带着冷意。 他虽然看起来年轻,但真实修道岁月肯定不短了,必然远大于楚风的年龄。 楚风只伸出一根指头,对准了他,冷漠中带着残酷,露出杀机。 何意? 所有人都觉得意外,出入混缘层次没多久的人,哪怕在经验,也不见得能够对抗准大于其强者吧。 纵然是灰袍男子舒直二人,也是一愣,而后都笑了起来。 楚风开口,我的意思是,一根手指头足矣,碾压你这种废柴, 还要什么特殊手段吗?直接弹纸击杀就是。 然后他就动手了,轻轻弹出一纸,瞬间放大,由若一根撑天支柱倒了下去,砸向灰袍男子的子侄。 道文流转,规则蔓延,这个很强大的年轻人,想躲避都不行,根本来不及。 随后,人们无比震撼,扑的一声,他被楚风屈指弹爆了,血肉与魂光都炸碎开来, 诡异针血飞溅。其中,他的一大块血肉直接忽在了灰袍男子的脸上,让他眼前一黑,整个人都梦了。 这是什么情况? 昏缘层次的年轻进化者,一根指头,就弹死了他最为欣赏与最为看重的子侄。 啊,他一声大叫,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伸手从脸上扒拉下那大块血肉,然后就看到了让他目自欲裂的一幕。 他的这个子侄真的爆开了,血肉分崩离析,连魂光都炸开了,并且被那根指头散发的波纹扫过后,血与魂都在焚烧,刹那化成了灰烬,形神俱灭。 就这么死了,一个准大羽级亲侄子,他所看好的继承人,就这么惨死他的眼前。 我要抽你的骨,包你的魂,烧你的骨髓油灯,灰袍男子咆哮。 看来到现在,你都没有认清现实,你处爷爷的便宜是那么好占的吗? 来了就俯视我,傲慢无礼,飞扬跋扈,现在我教育你做人呢。 储风一巴掌就扇了过去,强如针仙,竟然躲避不开,他的脸被拍碎,牙齿混着血,飞溅得到处都是,他整个人更是横飞,撞他电雨。 储风脚下发光,涟漪扩张,而后他探手,一把又将灰袍男子抓了回来,像是拎着死狗似的,攥在大手中。 所有人都傻眼了,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切。 谁敢动我族人? 这里的动静,终于惊动了盗祖,天穷上浮现出一道恐怖而又压抑的高大黑影。 你爷爷我,储风,储中级。 储风喝道。 在场的人头皮发麻,诸天不少进化者无比担忧。 储风若是这样杀了灰袍使者,激怒诡异生灵中的盗祖的话,是否会惹出滔天的血祸大乱? 不要冲动。 有人劝道。 狗黄却不认可,直接呵斥道,到了这种程度,还隐忍什么? 要死终究是死,要活终究是活。 现在哪里还有什么条条框框能够约束到他们? 诡异族群肆无忌惮。 与其如此,还不如痛痛快快杀个够,随心所以,恕我心意,直接灭敌。 不然,跪下来有用吗? 毫无用处,你我别无选择。 放开它。 天穷上,黑色身影宛若巨山矗立,恐怖的气息浩荡, 道祖极生灵的一言一行都可干预宇宙星空。 放你老爷。 楚风压根就没有敬畏之心。 接着,他像是在揉捏你偶般扑的一声,将手中的灰袍男子扯开了, 一条臂膀飞出去并焚烧成灰烬。 啊,道祖救我。 灰袍男子第一次感觉到如此的恐惧,身体站立。 直到这一刻,他才意识到,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生灵, 是敢与道祖队上的怪物,深不可测。 扑,楚风又扯断你偶的部分机体,而双眼却在盯着天穷上的身影, 道,别急,我马上就吐你,既然而等事业我等为草贱,随意打杀, 那我也不必将你当人看,吐鸡娃狗耳,拿榔头直接敲碎。 天外,那道给人无边压抑感的黑影,冷漠无比,漆黑的双目, 像是两口黑洞要将人的灵魂吞没进去。 他没有说话,但是却更加地让人恐惧了, 纵然是各族的腐烂大雨及生灵都忍不住站立。 这并非是他们胆怯,而是一种原始本能驱使他们要臣服, 就如同麋鹿遇到兽王,会天生被压制,心惊肉跳。 他无声地探下一只手,杀时间,整片天地都黑暗了, 因为那只手太庞大了,覆盖满了整片天雨, 挤压满虚空,遮拢天庭所在的大地。 道祖出手,只手遮天,长也不知道多少万里。 一只漆黑的手掌,让白昼化为黑夜, 苍茫无边,遮住了一切。 他要一把掘走浩瀚大地,抓走万物, 让时光都凝固了,岁月河流皆颤抖, 为他而驻足不前。 万物凋敝,大千宇宙冷迹, 在这只手掌下颤抖,轰鸣, 诸天的秩序崩断,规则消散, 只有一只黑手探入这片世界中,成为唯一。 轰隆。 楚风一点也不触,丝毫不惯着他, 什么道祖,什么诡异生灵中的拓露者, 都不能让他沉浮与恐惧。 他在看到不好征兆的刹那, 就已经提前一拳轰了出去, 抢先发难,照亮大千宇宙的拳印升腾而起, 轰鸣着璀璨之际。 轰的一声, 他的拳印打出了天外, 将道祖拒止在阳间大宇宙世界外部, 与磅礴的黑色大手硬撼了一击。 室外,天崩地裂, 仙枯魔嚎, 各种异象分成, 闪耀在大千宇宙间, 着实撼动了诸世界。 人们第一次见到, 这样年轻的进化者就敢与道祖迎风, 并且不落下风, 每一个人都觉得发猛, 脑中一片空白。 谁都没有想到, 会有这种惊人的意外, 着实令人难以置信。 室外的道祖, 那磅礴射人的黑影也皱眉, 他一心惊, 早些那分明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年轻人, 怎么突然具备这种横压当事的力量了? 中央天宫中形势陡变, 所有人都以实话, 彻底被惊呆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 让楚魔实力飙升, 像是换了一个人。 楚风满头黑发飘舞, 双目格外的有神, 他背对众人, 只身面对世外道祖, 宜然不惧, 给人以无比强大有力的感觉, 令所有人都觉得安心。 现在, 他正收拾那位使者呢。 楚风的手掌变大, 攥着灰袍青年, 像是捏捏狗, 速土鸡, 随意地拉扯, 将那早先不可一世, 轻狂的灰袍男子, 折腾得低吼, 咆哮, 最后更是哀嚎。 因为, 灰袍男子实在受不了, 他像是一个布偶, 落入猛兽口中, 被撕扯得不成样子, 身上破破烂烂。 他可是真仙级生物, 可是现在, 却被人随意地摆布, 当稻草人似的来回折腾。 他浑身上下, 早已是骨断金蛇, 没什么好地方了, 到处都在冒险, 相当的凄惨。 所有人都泥肃木雕般, 只有心在颤, 那可是诡异源头走出来的使者, 一位货真价实的先级生物, 平日间高高在上, 可是现在, 却被杵膜揉搓, 拉扯, 成为了土鸡瓦狗。 停, 助手啊, 我是使者, 从我族净土而来, 要与尔等相商大事, 你不能这样对我。 灰炮男子害怕了, 恐惧了, 他的身体都快被楚风扯裂了, 浑身上下没什么好地方了, 再这么下去, 他就散架了。 楚风都不带搭理他的, 现在谈什么使者, 商议什么大事, 无意义, 早干什么去了, 在那里遗止气使, 轻满诸天各族, 桀骜不驯, 现在后悔了。 此外, 这个灰炮男子, 曾一而在地羞辱在场的进化者, 满满的恶意, 竟敢跑来天庭本部招揽人马, 还敢要他楚中级的道吕作为回礼, 是可忍孰不可忍。 再说, 所谓的诡异族群派遣出来的使者, 根本就没有诚意, 并不是为密谈而来, 完全是俯视的姿态, 主要是为掂量天庭的现状与实力而来。 对于此人, 楚风没什么好说的, 先给予他应有的后报, 然后直接打死就是了。 毫无疑问, 这个人在诡异恶徒, 也不怎么招人待见, 连不祥的道祖不久前都曾直接明说过。 但是, 这种人能当上使者, 必然有些背景, 有不小的来头, 要不然也轮不到他来到这里。 道祖, 请您降下法体, 劈开此戒, 就晚辈啊。 到了这一刻, 灰袍男子终于是耸了, 没有了早先的飞扬跋扈, 直接大声求救。 天空中, 一团朦胧的乌光绽放, 而后像是无数的黑色太阳炸开了, 轰落下来, 并伴着无尽的混沌气。 黑影发威, 再次出手。 只是, 楚风早有准备, 这一次脚下的波纹发光, 化成了璀璨的金色浪涛, 席卷而上, 烟苍穹。 诡异族群的道祖, 再次被挡在了大界外, 没能进入。 哼! 同一时间, 楚风抬手就给了灰袍男子一巴掌, 这一次, 他整颗头颅都斜歪了, 景象不自然地扭曲。 还敢成口舌之快吗? 今天打到你自闭。 楚风又一次削他, 此前这个灰袍男子太可恨了, 现在他自然不会手软。 你不能这样对我。 灰袍男子喊道, 他的确怕了, 这个年轻的怪物随意折腾, 最后肯定要杀死他呀。 他很清楚, 对方会让他行神俱灭, 不会给他留下任何复苏的机会。 无论是何等境界, 又有多少人可以无畏, 无惧死亡, 最起码灰袍男子不想死呢, 他的声音都颤抖了。 为什么不能这样对你? 没什么特别的。 楚风用实际行动回答, 劈啪一段胖揍, 可这劲地毒打他。 灰袍男子满身骨头都断了, 牙齿全部脱落, 遍体血迹, 眼看就不行了。 打我如针对盗祖, 你再这样下去的话, 盗祖不会放过你的。 他恐慌了, 他下一刻就会死, 有些口不择言, 镜色力内忍地威胁楚风。 楚风顿时笑了, 这次回应了他, 道, 我连盗祖都打, 何况是你。 说话间, 他像是拎着破布口袋似的, 就着灰袍男子纵天而去, 直接主动杀到室外, 要与黑影决战。 杨坚无数进化者, 都早已看直了眼睛, 今天简直是颠覆性的, 谁能想到, 楚魔突然发飙, 直接就要打到组。 楚风提着灰袍男子到了室外, 脱离身后的大世界。 杨坚许多顶尖强者, 如异族的老族长, 活化石般的仙王等, 都在第一时间催动秘宝仙境等, 观察这一战, 死或者放开他。 黑影身材高大, 如同立身在宇宙黑洞中, 吞噬周围的光束, 其声音冷漠无情, 锁定楚风。 杨坚但凡见到这一幕的人, 全都悚然, 黑影绝非说笑, 他这是在警告楚风, 要下死手了。 别对我发号施令, 你我同级, 你没有什么资格, 而且, 楚爷我都说了, 今天要涂掉道祖。 轰的一声, 下一刻, 谁都没有想到, 楚风爆发后, 造成的后果是如此惊骇人间, 实在太恐怖了。 纵然是楚风, 自己都没预料到, 这一击威能如此之大。 一团朦胧的光辉横扫了室外, 像是要贯穿无数大宇宙, 将前方生生劈开了, 截断了时光长河。 那是一张琴, 实质化的, 被楚风当作大棒用, 直接轮动开来, 向前砸去。 纵然是诸王都看傻了眼睛, 那是一张琴啊, 雅雾, 结果楚风就这么粗暴地轮起来, 夯向道祖的身体。 这, 所有人的眼神都直勾勾, 实在是无语。 抱点天物, 焚琴主贺, 明珠头暗, 在一刻, 诸王脑海中不由自主, 就浮现了一堆类似的词。 人们瞠目结舌, 楚风的彪悍, 着实惊呆一群老怪物, 雅物当狼头, 当棒子, 用来砸人, 真是没谁了。 但是, 那种威能, 那样的力量, 又实在震撼人心, 惊涉了世间。 诗秦劈开世外, 贯通一些残破无声灵的死寂宇宙, 像是离地般, 就这样打穿了过去, 无物可挡。 纵然是完整的大宇宙, 倒则齐全, 如果挡在前方, 现在也肯定被凿穿了, 足以剖开顶级大世界。 可想而知, 这一击的威力。 黑影很强, 但是, 也没有料到, 楚风拿琴当狼头, 当大棍用, 夯在他的身上, 他并没有避开。 他被砸得一个踉枪, 站立不稳, 而后更是直接摔废了出去, 满嘴都是血墨子, 他竟被打伤了。 当见到这一幕, 诸王几乎都实话, 不敢相信, 这么暴殲天物, 焚禽主赫式的一击, 居然击伤了一位极其强大的道祖。 此时, 楚风自己也在出神, 实情到底什么来头, 居然有这种威能。 他暗自回想, 难怪当初连十冠都对其有了反应, 当真是极致恐怖啊。 然后, 他没搭理眼神森冷, 已经爬起身来, 正对他杀意无边的黑影。 相反, 他提着灰袍男子, 道, 你说, 我打你如同针对道祖。 好像有道理啊, 我打你了, 然后也薛你家道祖了, 确实都一个样子, 同时被我打了。 灰袍男子像是小鸡仔似的, 被楚风拎着, 他现在着实被吓住了, 竟不由自主地颤抖, 这是什么怪物。 他很想大吼出来, 那可是无匹的道祖啊, 居然上来就被这个楚怪物打了跟头, 结实地夯在身上, 满嘴堂血墨子, 异常骇人, 怎能不让灰袍男子恐慌? 没用的东西, 抖什么? 楚风嫌弃手中的灰袍男子, 不想折腾他了。 然后, 他一顿扯吧, 在一声惨烈的大叫声中, 他将灰袍男子给拆散架了, 就地格杀, 让其形神俱灭。 他虽然在灰物族中不成气后, 也很讨人厌, 但是有一点无法否认, 他是该族嫡系中的嫡系, 所以, 他才有资格当了这次的使者, 而你闯了大祸, 将来必然要死在路径生灵手中。 黑影话语冷淡, 像是在揭示楚风将来的凄惨结局。 谁敢动我? 楚风无惧, 道, 从你开始, 今天先图个道祖, 给儿等看, 让那些所谓的诡异智强族群, 多准备点棺材。 然后, 他就拎着石琴, 再次向前冲了过去, 又一次开始夯人。 显然, 这里的动静已惊动了另外两队正在激烈厮杀的道祖, 无论是九道一还是古清都觉察到了, 一脸活见鬼的样子, 透过无尽虚空向这里望来。 这小子, 能与他们并肩而立, 可以共同迎战恐怖道祖了。 前辈, 你们怎么样? 楚风也寻到了他们, 隔着亿万里时空, 遥遥询问。 现在, 他有足够强大的实力, 纵然见证了道祖大对决, 也没有什么不是相当的镇定。 我准备找机会弄死他。 老人皮的话语一如既往的彪悍。 我也, 还好, 古清中气不足, 明显负伤了。 他的确不知, 不是那个灵力射人的金发道祖的对手。 哼, 就在这时, 金发道祖眼眸如箭, 射出的璀璨光束太射人了, 割断了时光长河, 同时也将古清给劈裂了。 这太恐怖了, 诡异族群的道祖极其危险, 这是想要灭道运, 击杀朱天的新帝。 天地崩开, 室外的混沌大爆炸, 一些残存的死寂宇宙, 更是被全面撕开了, 要提前走向终结的时刻。 古清竟被打猎了, 相当的惨, 满身是血, 伤痕从额头那里, 一直猎向胸腹部, 几乎就要崩开。 前辈, 你没事吧? 楚风一边进攻黑影, 一边大声吼道。 没事, 都是道祖, 他想磨灭我的话, 没个千八百年, 估计希望不大。 显然, 古清在强撑着, 他远没对方实力深厚。 虽说同级道祖激战, 动辄就是数千年, 甚至数以万载, 但若是道行与对方差距非常明显, 那就另说了。 可是, 你都裂开了。 楚风担忧, 一边对决, 一边时刻关注古清, 无妨, 裂着裂着就习惯了, 就适应了。 古清回应, 然后, 他就自己修补大道之伤, 弥补肉身之疮。 楚风无言, 一些绝顶先王通过特殊手段, 观看到了世外的大战, 也都面面相去, 一阵无语。 不行, 他感动你, 让你地裂, 我便先弄死他们阵营的一个道组, 古前被你挺住, 等我打死一个道组。 楚风大喊, 无论九道一还是古清, 一或是诸王, 且张口结舌, 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想杀死道组, 哪有那么简单, 需要漫长光阴慢慢去磨灭才有可能。 轰随, 轰随, 然后, 人们就看到了, 楚风如同风魔般, 拎着石琴, 满玉外轰杂黑影, 将对手打了一个跟头, 又一个跟头, 让黑影满身都是血。 盗祖血剑室外, 这着实看待了所有人, 即便是九道一语古清都恶然, 感觉很不真实。 你怎么还不死? 我要涂掉你, 赶紧陨落。 你是茅房里石头吗? 又臭又硬, 怎么会这样结实, 赶紧给我死去? 楚风一边轮动石琴, 很莽地轰杀向前, 一边在那里愤愤不已。 事实上, 黑影更为愤怒, 实在是无法忍受, 它又不是腐烂的大雨生物, 更不是凡人, 它是强大的盗祖, 怎么可能会被同级的生物, 轻易灭杀。 纵然是绝顶盗祖, 又有几人可以直接杀死它。 而眼前这个年轻的怪物, 居然如此的愤闷, 一切只因为没能立刻干掉它。 岂有此理, 这个小辈竟敢如此小觑与轻视它, 黑影感觉无比的窝火, 实在是忍受不下去了。 突然, 楚风拨动了石琴仅有的一根琴弦, 那晶莹的丝线, 刹那间如同无量大道之轨迹, 斩了出去。 扑的一声, 它割裂开黑影的蟹肉, 近乎将不祥盗祖腰斩, 让黑影极为震撼, 深感惊悚不已。 它直接倒飞了出去, 大量的盗祖针血倾泻而出, 看傻了所有人。 你为什么还活着? 你的同伴敢让古清前辈地裂, 我就要让你立刻倒崩。 楚风大追杀, 一副风魔的样子, 那种感觉实在是显得太理直气壮了。 众人觉得, 宛若梦幻一般, 这个楚风子, 他不会真的认为能现场图调道祖吧? 现在看, 他的确就是那种心态, 如果再不涂掉至强的盗祖, 他似乎会更疯。 这个疯子, 该死的, 没天理。 这一刻, 别说其他人, 就是另外两位来自诡异恶土的恐怖盗祖, 也都忍不住诅咒与骂了一句。 砰的一声, 楚风轮动时勤, 又一次向前砸去。 黑袍盗祖身上出现大片血迹, 战夷破烂, 他眼中带着无尽的冷意。 可他却无法迅速格杀这个年轻人, 并且自身已然先一步负伤, 他施展惊世的手段对抗。 一枚大道符号, 在黑袍盗祖身前绽放, 光耀诸事, 当中竟有宇宙生灭的景象, 伴着混沌消长。 他在揭示大千世界变迁。 在大道符号外围, 有时光河流环绕, 围绕其旋转, 极其恐怖。 他散发的威压, 让朱田战力, 轰鸣, 各族进化者皆心计, 忍不住发抖, 那是世界末日到来的感觉。 然而, 当石琴夯下来后, 一切都改变了。 喷第一声, 整枚大道符号居然炸开, 化作成片刺目的光束, 飞溅向六合八荒。 黑袍盗祖闷哼, 量强倒退。 他瞳孔收缩, 连道符都被行列了。 分崩离析的大道符号, 由若数十万柄仙剑, 同时凌厉地展出。 刹那间, 有不少光束都积设在黑袍盗祖的身上, 距离太近了, 反噬自身, 让他鲜血淋漓。 远处, 另外两名诡异族群的盗祖, 盗吸冷气, 他们的同伴, 到底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怪物? 虽惊叹于楚风实力了得, 但更让他们不安的是 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 笼罩在那个年轻人身上。 在他们看来, 楚风太年少了, 不可能有这种实力才对。 难道这当中涉及道路径级生灵? 不然的话, 何以他能一而再地伤道道祖? 然而, 恶土至高生灵凝视大千宇宙后, 曾经推演, 诸天中早已没有这样的生物。 你倒是赶紧殒灭啊, 快到崩吧, 应急而去。 楚风在那里焦躁地喊着, 明明是他打伤了敌人, 他反而比对方更为焦躁, 很不满意, 急切地嘶吼着。 欺人太甚, 黑袍盗祖声音冰寒, 他负伤了, 还被催促着早些死去, 实在是无法接受, 忍不下去。 黑袍盗祖一声轻斥, 轰的一声, 混沌仙雷大爆炸, 无量光束挤压满域外, 足以能打穿多个大世界。 所有的混沌雷霆, 全部集中向一个点, 都打向了楚风那里。 就在这一瞬间, 室外炸开, 黑暗深渊都成为璀璨之地, 到处都是稻文, 雷霆无数, 化身为弥漫着混沌的闪电海。 这一景象太恐怖了, 绝对足以蔑视。 所谓道祖发怒, 便是雷霆之怒。 天象惊涉古今, 闪电足以击断岁月河流, 毁灭生机勃勃的现实。 纵然现在楚风很强, 可如果被击中的话, 也会凶多吉少。 哦, 在楚风的脚下, 金色波纹急速蔓延, 而后竟如同浪涛般卷天而上, 镜子抵住了无边的混沌闪电汪洋。 这时, 黑帕道祖心头悸动, 怎会如此? 那个年轻人脚下一震, 就有不可揣夺的道文绽放, 挡住了他可蔑视的一击。 并且, 随着金色波纹的爆发, 楚风感觉自身能够动用的力量 又提升了一劫。 他又一次拨动琴弦, 其实是很猛地去拉琴弦, 竭尽所能, 直接拉伸为满月状, 然后猛然松手。 唯一的琴弦像是见光破空, 划出莫测的弧线, 蹦见出刺目之极的光束, 沾染着金色波纹, 轰向了黑帕道祖。 这一次, 不光是琴弦的攻击, 还伴着楚风脚下荡漾的波纹, 两者凝聚在一起, 像是打出了一片灿烂的大道海。 一大片光芒, 磅礴而炫目, 沉重地要压他各方大世界了, 就这样轰落在黑袍道祖的躯体上。 他想躲避都不行, 因为整片室外都在这覆盖一切的光团下, 挤压满整片时空。 砰的一声, 黑袍道祖被重重地砸在那里, 这一次更惨, 口中喷血, 披头散发, 甚至两双耳都在一穴。 这是什么路数? 他倍感窝火, 多年不动地根本道心, 现在居然都不平和了, 心态有些失衡。 他修到岁月古老, 进化不知道多少万载, 很多个纪元了, 才高高在上, 有蔑视与毁大千宇宙的实力。 可是对方不过一个矛头小子而已, 就是当时诞生的年轻人, 居然竟一而再地伤到他。 我实在受不了, 你怎么会如此命硬, 还是没被打死。 楚风低吼着, 他眼神如闪电, 乱发飞舞, 明显, 很怒。 黑袍道祖面皮抽动, 当即就是一声大吼, 真的压制不内心沸腾的怒咽了。 你打伤了吴, 反倒生怒, 一副愤愤不平的样子, 实在是欺人太甚。 黑袍道祖的心态有点崩。 对方一系列的举动, 伤害性不是很大, 可是侮辱性也极强, 推不是东西。 然后这两人便冲向一起, 各种灵力手段进出, 此刻到底, 完全是那种不图对方不罢休的架势。 事实上, 楚风真不是有意羞辱他, 他的确很焦急, 因为他的战力并不属于自己, 同魂和大战士一样是外来的力量。 他无法预测这种秘力什么时候消退, 所以他心中焦躁, 恨不得立刻诛杀盗祖。 若是关键时刻, 他失去到阻击手段, 那绝对是灾难性的。 到时候, 别说他轮动实擒, 就是他举起路径及生物的身体去砸盗祖, 都难以成功杀死对方。 楚风若是恢复到正常状态, 无论是力量, 还是反应速度, 以及杀招手段等, 都将指数级的崩坠, 根本无法与盗祖对敌。 因而持利器, 亦难伤成年人。 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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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 他大吼着, 一副破釜沉舟的样子。 黑袍盗祖越看越气, 对方竟还吼上了, 到底谁是苦主啊? 气煞无野。 他的背后, 一块骨碑出现, 黑色纹络交织, 犹若无数轮黑色的太阳显照, 伴着他出手绽放无光。 这是他祭练多年的诡异秘宝, 很少直接亮出来, 现在无话可说, 唯有拍死眼前的年轻疯子, 才能洗刷他的怒与乳。 哼, 黑色骨碑发光, 从上面流淌出来无数的文字, 全都是不祥的字体, 来自诡异种族的文明源头。 楚风不认识, 甚至用大道去沟通, 也无法辨别其意。 但是, 这种文字太具有侵蚀性了, 攻击力无匹, 瞬间熔断大道规则, 将虚空中的各种秩序神殿都湮灭了。 不过, 楚风无惧, 现在脚下的金纹波纹起伏, 越来越浓郁, 激荡起江海般的金色浪涛。 并且, 他的血肉中某种威力更加强大了, 让他有种想仰天长笑的冲动。 他一手吃石琴, 另一手捏拳印, 猛然就冲了过去, 魏战人已经先癫狂, 爆发出了骇人的能量波动。 叮, 一根琴弦乐起, 颤音阵势, 他将侵蚀而来的大量黑色字符全部击穿了, 爆发出滔天的波动, 乌光倾泻, 散落出去。 但是, 那些字体没有彻底消失, 居然分解成笔画, 依旧不灭, 并在此过程中剑出黑色的血液。 远处, 九到一, 古清都倒吸冷气, 他们可是见识深远的老怪物, 那黑色字体流淌真邪, 绝对来头大的吓人。 所有笔画, 都在室外重组, 再次凝聚, 与那块古老的黑色背体共鸣, 再一次镇压向楚风, 若亿万黑色星体共振, 压落而至。 嗡的一声, 楚风的体内十罐发光, 带动起无边的金色波纹, 不限于他的脚下发光了, 他整具身体都弥漫恐怖的气息, 神秘的纹落包裹着他, 越发地强大。 楚风长笑, 这种感觉太奇异了, 他需要宣泄渴望最为激烈的搏杀。 这一次, 他背起石琴, 直接轮动拳头就上去了, 忍受不住, 想进行最为直接的生死大对决。 不要扔下兵器啊, 夯他。 远处, 九到一喊道, 一个夯子, 让许多人面皮都抽搐, 暗自付费, 这老家伙与处魔头果然是一个阵营的, 雅乌到了他们手中, 也是用来夯地鸡般, 杂人用。 都, 楚风没有理会, 一种好战的本能驱使着他, 权印爆发, 璀璨到让许多人睁不开眼睛, 无法直视。 他的权印, 打崩了室外, 轰灭了各种规则, 又扫荡了成片的黑色字体。 踏叉, 像是有什么东西折断了, 他身体外的金色纹路, 将那些黑色的古老字体, 与笔画等割裂, 绞碎, 极其恐怖。 与此同时, 黑袍道组身后的背体颤抖, 上面的刻痕, 居然在模糊, 那些骨子从根本源头暗淡, 竟要磨灭干净了。 煞世间, 背体上的蚊子锐减, 不少区域都光秃秃一片, 并且伴着裂纹交织, 有黑鞋渗出来。 同一时间, 楚风的拳印也轰了过去, 击破黑袍道组的护体光幕, 与他的掌指撞击在了一起。 轰, 天地巨震, 光阴长河浮现, 古代的旧事像是被颠覆了, 两人间的大对决影响了时光的稳固。 这一刻, 黑袍道组身体亮强, 竟倒退出去一段距离, 他小臂上的袍袖完全炸开了。 而他的掌指画则血肉模糊, 不断躺血, 虎口更是裂开, 伤口上大道符纹闪烁, 不断与针血纠缠。 他居然又一次负伤, 竟是在肉身的碰撞过程中, 被对方拳印阵列手掌, 道组针血都溅落了出来。 楚风的拳印与道组掌指激烈碰撞后, 他自身也在剧烈摇动, 但他也在此刻略微地冷静了下来。 他低头看着双手, 并未受损, 连一丝血迹都没有渗出, 这让他自己都觉得有些震撼。 他徒手硬汉道组了。 刚才, 他被一股莫名的情绪所主导, 在不可抑制的冲动下放弃石琴, 用拳头锤道组, 结果自身没负伤, 不曾吃亏。 这一刻, 楚风越发清晰地感受到了自己力量的源头, 这一切都不是他自己的, 但是却能为他所用更甚于混合大战士。 上次, 在混合畔, 他很被动地出手, 完全是被体内的力量支配。 而今天, 他却相当主动了, 能够更加自我的使用这种力量。 不过, 现在也有令他不安的地方, 那就是他的情绪, 不明不白有些脱缰, 差点失控, 总想宣泄, 像是囚徒被关了很久, 现在突然得到机会不顾一切的出手。 两种力量, 楚风内观, 审视自身。 在刚才那种与道组激烈的大对决中, 他找到了力量的源头, 居然于想他想象的有些出入。 他现在所具备的战力并不全是来自石冠, 还有一部分力量竟是源自轮回土。 那种晶莹的土质, 就在罐子底部, 是他从轮回路尽头带出来的, 一直不知道其本质是什么。 现在, 他感觉很诡异, 很神秘, 这东西还能为他助战。 早先, 他轮动时勤, 就有轮回土的功劳, 他蕴藏着的力量, 丝丝屡屡透入血肉中, 让他至强至尖, 可徒手轰道组。 石冠就更不用说了, 那些金色波纹, 就是他发光时荡漾出的些许纹落。 就是现在, 我御徒道组。 楚风再次向前冲去, 要大开杀戒, 他担心不属于他的力量突然消退。 小贝, 黑袍道组脸色很冷, 纵然是那些资深的绝带道组, 都不敢这么小觑他。 可眼前这个年轻的不像话的家伙, 却张口闭口就要涂他, 要击毙道组, 实在是封魔的不得了。 腾, 腾, 腾。 激烈的大战, 楚风双目道纹流转, 血肉中伪力加持, 他全印发光, 将室外都震得晃动, 光阴碎片到处蹦见, 整片时空都要打崩了。 黑袍道组寄出的一面铜镜, 在此过程中被楚风生生打爆, 密宝碎片四射, 有些都刺入了诡异道组的血肉中。 这让他变色, 到底遇到了怎样一个特殊的进化者, 实在太变态了, 到底谁才是从恶土中走出来的, 怎么感觉对方反倒更像是一个怪物? 黑袍道组鲜血淋漓, 激烈搏杀, 他在终极拳下, 身体军裂, 手臂都破烂了, 双手居然差点炸开。 轰咯, 楚风身上的金色纹络交织, 将前方淹没, 竟短暂地禁锢了一切, 万物凋敝, 时空瞬间凝固。 连那黑袍道组都动作迟缓, 神魂不再活跃, 似要静止了。 吃! 楚风抓住机会, 全光亮起, 照破历史的天空, 映照未来的虚景, 权益无敌, 他大吼了一声, 打破极限。 刺目光芒闪耀, 大千宇宙共鸣, 楚风一拳轰出后, 打穿了黑袍道组的胸膛, 让那里前后透亮, 针血横流。 哼! 他另一只拳头, 则轰在了黑袍道组的额骨上, 将其眉心阵裂, 将魂光都打散了部分, 暗淡无比。 并且, 裂开的额骨那里, 有特殊的道祖真血倘落, 发出了大道江崩的恐怖声响, 有哀鸣声, 有古代祭祀音, 更有未来诸实磨灭的终结之曲。 不过, 道祖终究是非常生物, 不可揣夺, 高大的黑袍男子猛然一震, 终于是摆脱了束缚, 恢复真如, 他倒退出去, 肉身与灵魂同时发光复原。 恩, 突然, 就在楚风占据主动, 处在上风时, 他感觉毛骨悚然, 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有让他发毛的东西出现, 但这种威胁不是来自对面腹伤的道祖, 而是源自于自身。 这一刻, 他觉得脖子上有人在吹冷气, 有什么生物浮在他的背上, 太突兀了, 异常的惊悚。 须知, 他现在正在大战呢, 生死搏杀盗祖, 可却在这种关头有变故发生。 他第一时间意识到, 与混合时的异常现象相仿, 当时也有什么怪物似乎要出来, 让他不寒而栗。 除了罐子, 还有个鬼, 藏在轮回土中。 楚风倒退, 第一时间与黑袍盗祖拉开距离, 暗中戒备着, 他有些头皮发麻。 因为, 这一刻有一只冰凉的手正在摸他的后脖梗, 甚至有湿漉漉的气息似要舔他的耳朵。 你谁啊, 无论是男女, 还是男男, 都瘦瘦不亲。 楚风暗中传音, 却不敢直接开口, 怕黑袍盗祖知道他的身体出现异常。 哼, 冷悠悠的气息在他耳畔浮过, 像是在叹息, 又像是在吸冷气, 让人产生不好的联想, 该不会有什么阴雾对他的阳气感兴趣吧。 难不成还是个女咽鬼? 楚风暗中捣鼓, 他警告对方, 现在不要生事, 避免出意外。 可是, 那东西不理会, 冰凉的手抚摸过他的后脖梗, 让他寒毛成片地竖起来, 实在受不了。 楚风感觉真的背负这个生物, 他忍无可忍, 一把向后抄去, 结果竟然摸到了一双冰凉而光滑的大长腿。 他当时就惊呆了, 还真有个女鬼不成, 什么来头, 多么大的神通, 居然可以如此折服在他的身上。 楚风惊异地, 同时也相当地发毛, 谁愿意与人共生, 这东西不管是女子还是男性生物, 这么长时间一直活在轮回土中与他纠缠着。 背负着生物, 纵然是利人, 那也让楚风浑身不自在, 再说这可能是难以言说的超级利鬼也说不定。 毕竟, 这东西是从轮回最深处的浑肉中跟出来的, 他在揣夺这个存在的来历。 已经死透, 连魂光都早已化尘土, 但最终却能从轮回尽头跟出来, 绝对不简单。 楚风在找线索, 猜测他是何人? 女鬼, 历人, 冰冷光滑的大长腿, 这一些猎的线索, 疑似指向史上某个逝去的路径及生物。 下一瞬间, 楚风手掌抄向后方的感觉突然就变了, 不再是光滑冷冽的大长腿, 那里毛茸茸。 甚至, 这些毛有些扎手, 那双腿像是长出了密密麻麻的大钢针。 楚风顿时头皮发炸, 早先纵然知道背负着鬼怪, 可那也是厌鬼, 不那么让人隔应, 而现在的感觉则完全变了。 这是某种粗毛怪物在蜕变, 还是又来了一个不了解, 无法揣夺的厉鬼。 最为圣人的是, 他的耳畔那湿漉漉的感觉更明显了, 仿佛有什么东西要对他下嘴了。 楚风熬的一声, 浑身抖动, 似乎想将什么东西给摔下背去, 他真的受不了这种惊悚的待遇。 那到底是什么怪物? 黑袍盗祖是何等的生灵, 一直在盯着楚风, 早就觉察他不对劲了, 现在看到他如同发颠般, 第一时间出击下死守。 盗祖袭杀, 那可不是说说而已, 动辄就是天地寂灭, 宇宙崩解, 攻击力太强了。 那块黑色的石碑, 直接就轰到了楚风眼前, 并且还有一张诡异画卷当头照落, 要将楚风收进去。 此外, 黑袍盗祖自己也动手, 无量污光释放, 他如同蔑视魔祖降临, 大手探出, 要将楚风震杀。 至于大道符文, 更是密密麻麻, 挤压满宇宙虚空。 而秩序化成的不祥天剑, 粗打无边, 超越了极限, 贯通室外, 撕裂了这片混沌汹涌的无主地界。 若是在阳间, 单是这种剑光, 一道便足以洞穿宇宙。 这无边攻击, 一起到了楚风眼前, 将它覆盖了, 石碑巨阵, 将它打得一个亮枪, 剑光如红, 贯穿金色波纹, 要将它削成血泥。 至于黑袍盗祖自身, 翻手间就是天穷般压落, 道生道灭, 掌纹及天道治理, 两掌一合, 要将楚风没碎。 楚风有点惨, 被石碑打得斜飞, 又被一张画卷起, 接着被两只大手拍中身体, 并碾压着, 期间还被无数粗大的剑光劈中。 换一个人话, 估计早已炸开了, 不知道要死多少次了。 纵然如此, 楚风的嘴角也不断淌血, 他被身后的怪物纠缠, 又遭遇盗祖猛攻, 实在是措手不及。 安静点, 别折腾, 活在我身边, 说不定以后需要我度你呢。 楚风喝道, 什么玩意, 你要度化我? 黑袍盗祖当时就怒血上头了, 你想如同机械佛族, 如同金刚盗族般, 动辄就要度化其他强族为仆吗? 显然, 他误会了, 觉得年轻的怪物太他妈可恨了, 一会儿嚷着要弄死他, 一会儿又要度他, 对他这个盗族来说, 侮辱性极强。 黑袍盗族占据先手, 得势不饶人, 趁楚风疲于应付时, 爆裂出手, 大道符文都沸腾了。 在他的周围, 黑色血雾弥漫, 将他衬托得高大而射人, 仿佛有一尊路径级生灵, 站在他背后极其遥远的虚空中, 震慑古今未来。 楚风可写, 奋力挣扎, 想摆脱背后的纠缠, 那东西真要吃他吗? 冰凉的手, 毛茸茸的大腿, 湿漉漉的嘴, 都几乎贴到他的肌肤上了。 哄, 同时, 他又被盗族轰重, 对方不断进攻, 让他吐出几口血沫子, 无比狼狈, 陷入了生死险境中。 终究不是真正的盗族, 他要完了。 杨坚, 中央天宫中, 早先战队, 决定反出诸天, 要与诡异生物站在一起的猿族, 四节雀等族中, 有人低语。 你说什么呢? 天空中, 顿时有人驳斥, 冷冷地盯着 背叛出去的族群。 离打, 斗战弥猴王等人, 更是亲自投过去目光, 煞气弥漫。 双方都有先王, 一旦开战, 此地必然化成虚无, 一切都要被打崩。 我梦走。 原族的先王开口, 不想在这里纠缠下去, 与第一时间离开再说。 事实上, 他们有点没底了, 怕出意外, 楚风莫名其妙, 横空崛起, 居然硬汉一位道祖, 让他们几倍发寒。 若是那个年轻的疯子, 真的干掉黑袍道祖, 转回身来, 必然就会清算他们, 一个也跑不了。 就是现在, 趁他落在下风, 有大难了, 赶紧顿离, 这是元族, 四节雀族, 西天组织等做出的打算。 然而, 黎达第一个站了出来, 挡在了虚空中, 这些人还想逃, 都要被诛杀才行。 接下来, 其他先王也都动了, 冲销而起, 蓝祖元族, 四节雀族等人, 不想他们逃出诛天。 不然的话, 将来必然要在战场上见, 这些带路党, 会比诡异生灵更歹毒, 会对昔日的同类下厮守不留情。 事外, 楚风大口咳血了数次, 被激怒了, 他甚至想将罐子中的轮回土倾倒出去, 全部要了, 大家一拍两散。 结果, 这种念头竟起了作用, 他身后的生物没有对他下嘴, 并且安静了, 长矛退进, 最后更是蛰伏, 不再有声息。 摆脱困局后, 楚风第一时间发飙, 这么片刻间, 他被黑袍盗祖的石碑连轰了六次, 被他的大手更是批重多次, 更不要提大道符号接连在他身上炸开, 规则天剑将他批得鲜血淋淋了。 幸好, 他身上金色波纹荡漾, 挡住了八成伤害, 此外, 血肉中鼓荡出来的力量, 也帮他化解了必死之局。 傻, 老帮子, 茅房里的石头, 你给我立刻殒灭吧。 楚风大吼, 全印如红, 打出了举世无匹的光芒, 璀璨全印照亮古今, 映照无数大宇宙, 让诸天的戒壁都仿佛透明了, 世间皆渴望到他的身影。 疼, 黑袍盗祖被震退, 石碑翻飞出去。 吃, 楚风的背后浮现一个光轮, 这是以他目前的实力, 催动出来的七宝妙术, 很快光轮不限于七色光彩, 迅速多了三种。 除去五行属性的组物之外, 还有阴语阳, 更有空间物质, 时光物质, 此外还多了魂物质。 石宝妙术第一次出事, 便惊艳了事件。 这是罐子与那神秘生物, 为他补全的组物质, 让他将这门妙术, 推升到了极致领域, 无限升华。 轰隆, 光轮超越速度极限, 跨过光阴河流, 飞了出去, 扑的一声, 将黑袍盗阻斜肩斩, 倒血死剑。 与此同时, 楚风也感应到了阳间的杀生, 二话不说, 他直接探出一只大手, 没入阳间的苍穹间。 他的手掌遮住了天地, 苍茫星海都被覆盖了, 他一把就将园族整体 给攥在了手心中。 扑的一声, 园族腐烂的大雨级生物, 以及更弱的族中精英等, 全都在第一时间暴碎, 化作尘埃。 纵然是园族中的两位绝顶真仙级强者, 都几乎触摸到先王领域了, 也在第一时间炸开, 行神接散。 唯有园族的先王, 正在与斗战弥猴王交手, 没有被抓起来, 避开一劫。 然而, 那终究也是暂时活命, 楚风大手发光, 刹那就将他强行给接引了过去, 攥在了手心中。 不, 园族的先王大叫, 惊恐无比。 他很想呼唤, 请黑袍盗族救他, 不要含了投靠者的心。 然而, 黑袍盗族刚被斜肩批断道体, 几乎是同时间发生的事, 自己都挣血剑室外, 哪里顾得伤他? 扑! 园族先王炸开, 化成一滩血泥, 而后又焚烧, 他的魂光都被化了个干净。 先王很强, 若是盗族不出手, 这种生物绝对可以万劫不坏, 活几个纪元毫无问题。 可是现在, 一位老牌先王就这么被人含怒出手, 一把钻死了。 楚风自然不会放过元族, 他们早有反心, 兼且曾经一而再地针对他, 还曾迫害羽上与妖妖一族, 怎能不清算? 现在, 他有这种实力, 而且趁着还未消退前, 绝对要大家利用。 几乎是同时, 楚风顺手一划, 将四劫阻族又都给笼罩了进去, 扑得一声成片的血光炸开, 这号称与世同存, 度过四次面世大劫的种族, 今天死得七七八八了, 被遮天大手抓了个七零八落。 室外, 黑袍道组咆哮, 低吼, 今天他竟吃了这么大的亏, 当真要威仪吗? 他获得抬头, 双目漆黑, 像是两口吞噬万物的黑洞, 连时光都不放过, 被吞进去了。 吓唬谁呀, 诡异生物, 你注定要死在室外, 该坠落了。 楚风大鹤, 他催动出去的光轮, 十种光彩一同迸发, 旋转着割裂宇宙, 向前震杀而至。 然而, 这一次石色光轮并不是旋斩, 竟在黑袍道组那里, 直接猛烈地炸开了。 石宝妙述第一击, 光是斩过去, 就将黑袍道组斜肩斩断, 而这次则是整体爆开, 可想而知, 威力多么地恐怖。 轰隆, 吐, 黑袍道组身体残缺了, 手臂, 头颅等都断落下来, 漂浮在室外虚空中, 他愤怒而又站立不已。 他竟失利了, 吃了这样大的亏。 楚风二话不说, 第一时间抄起石琴, 抡动起来, 对着他的头颅, 直接而又猛烈地, 夯了下去。 今日, 我避图道组。 楚风吼道, 声音震动无数大事件。 哼, 石琴砸落, 原地真血四剑, 原本就已经四分五裂的黑袍道组, 更加凄惨, 驱赶七零八落彻底散架。 楚风深入蛮龙, 雷霆出击, 将手中的石琴抡动起来, 像是打装机, 框框砸个不停, 让室外都要炸开了。 黑袍道组的头颅破烂了, 这场决战可谓相当惨烈。 此外, 楚风双脚狂躲, 金色波纹蔓延, 将黑袍道组断裂的躯干, 手臂等阵的再次军裂, 更是相继炸开。 这一景象震撼了世间, 也惊涉了于九道一, 还有古青厮杀的两位道组, 让他们的脸色都变了。 吃! 楚风头上再次浮现石色光轮, 像是可以开天辟地的大道之斧, 轰然向前斩去。 扑! 黑袍道组那璀璨的魂光, 直接被批中, 扑的一声就断为两节, 光轮巨震, 更是轰的一声, 将魂光打散部分, 换成其他生灵, 如顶尖先王等, 早已是一击成灰, 而黑袍道组, 却坚韧无比, 有不灭的特质, 其魂光闪烁, 原地再现。 他的头颅也是破而不灭, 并在虚空中穿梭。 其肉身不朽, 虽然被打烂了, 抱成数十块, 但又都立即拼凑在一起, 重组倒体。 你还想活呀, 早些尘归尘土归土吧, 现在不暴毙, 更待何时。 楚风也是打疯了, 提着石琴当成长刀用, 追着黑袍道组的破烂身去劈砍, 一刻也不停留。 黑袍道组也要疯了, 多少年没有受过这种罪了, 被人劈开肉身, 打猎不灭的灵魂, 血溅室外, 毫不凄惨。 纵然他道体不灭, 一而再地修复真身语道魂, 可是, 总又被那个年轻的凶徒 再次追上后打猎。 我让你高高在上, 俯视云云众生, 今天楚天帝要将你们都打落进粪土中。 楚风一边追杀, 一边在那里呵斥, 真不把道祖当作一回事, 喊打喊杀, 不断付诸实际行动。 黑袍道祖相当地窝火, 但他的实力, 的确挡不住那个年轻的凶徒, 这让他脸色难堪, 无法接受。 最为重要的是, 他在遭罪, 成为一个璀璨净化文明的拓路人之一, 何曾被人这样欺辱过? 今天, 他终于体会到, 那些被他们所覆灭的灿烂文明的鼻祖的心情, 屈辱而又疲惫, 身心皆痛。 他想一走了之, 逃离世外, 不与这个年轻的疯子纠缠了。 黑袍道祖竟生出这种念头, 也足以说明了, 楚魔头现在何其凶残。 他兜着屁股追杀, 一而再地用石琴夯道祖, 让对手倍感屈辱, 实在是受不了。 可是, 黑袍道祖发现, 想顿走都不行, 竟失败了。 楚风脚下的金色波纹蔓, 像是无形的声波, 又如一张淡金色的大网, 挤压满室外, 锁困天地。 甚至, 黑袍道祖的身体都在迟缓, 被淡金色的网阁所束缚, 越来越慢了。 他惊悚了, 打不过, 还逃不了, 这实在让他深感不妥, 几倍冒出了寒气。 难道今日真有可能道崩, 自身有轻腹之恶难? 他心头一沉, 生出不祥的预感。 不过, 他又宽慰自己, 那种极端情况不太可能发生, 任何道祖都是不灭的, 需要耗费漫长光阴, 才能被练死。 纵然是这个领域的绝顶脱路者, 想杀其他道祖的话, 也要大费周章。 更遑论是这个凶徒, 他手段单一, 分明懂得很少, 也只是那种不讲道理的攻击属性, 太惊人罢了。 至于技巧, 他从心底是鄙夷的, 若是他有这个年轻怪物的力量, 必然会动用各种四两拨千斤的手段。 然而, 楚风就是这么的不讲道理, 任你千般妙述, 万种道则, 他都直接夯过去, 砸过去, 踹过去。 他或者抡石琴夯, 或者用拳头锤, 或者以大脚踹, 然后蹦发出挤压满这片室外虚空的大道纹落, 当真是野蛮冲撞。 因为, 他现在杀得痛快, 直输心意, 甚至是意气风发, 对这种拳拳倒肉, 脚脚见血的直接对抗相当的适应。 事实上, 他对于这种战斗方式相当的享受, 能够直接动手, 垂倒组, 实在是让他心情大悦。 九到一, 古青都很无语, 这小子什么心态, 这是在殴打倒组啊, 平日是不是一直想这么对他们? 楚风的这种打法, 在倒组级数的对决中相当罕见, 别人一出手那就是流光一彩, 侠召乾坤, 大道诡计显化, 各方宇宙共振, 轰鸣, 到了他这里, 完全不一样了。 如同在这个领域中混进一个野人, 他拳打脚踢, 让身为对手的盗祖相当不体面, 被追杀也罢了, 看起来还像是在打猎般, 盗祖成为了逃窜的野兽。 阳间, 中央天宫中各路先王, 各族的老族长透过宝镜, 见证了世外的大战。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这就是盗祖籍大战。 一个高不可攀的领域, 让人渴望而又不可及的境地, 竟是这么的反扑归真。 也太朴实了吧, 连他们都面皮抽搐, 觉得黑袍盗祖一定很痛, 无论是深还是心。 一万里之外, 正在与九道一, 还有古清对决的两位盗祖的瞳孔中, 也是光泽悠悠, 看得那叫一个无言。 他们面无表情, 但心中却是替同伴叹息, 这是什么状况? 怎么会遇上这样一个不讲究的对手? 当然, 他们倒也不担心, 不认为楚风真能诛杀黑袍盗祖, 顶多也就是打得破烂了, 再重组罢了。 不过, 他们一抓紧时间进攻, 要压制九道一与古清, 好去帮助黑袍盗祖。 老贼, 哪里跑? 楚风在后面大鹤, 脚下的光纹越发密集, 在整片室外虚空中交织成网。 黑袍盗祖心中火气上涌, 这才多长时间, 他已经被轻视到这种地步了吗? 一个矛头小子张口闭口就要弄死他, 还喊他为老贼。 哼, 他真跑不了, 被金色的网格罩住了, 动作越发缓慢, 被楚风追上后一记终极全智, 震得双臂剧痛, 手臂都几乎炸开。 接着, 那石琴又夯下来了, 光纹也压制而至, 在他身前炸开。 哪怕有黑色石碑阻挡, 有一张可容纳大天地的古老画卷防身, 他还是吃了爆亏。 他蹊跷都在躺血, 满身裂痕, 最为让他难受的是, 那张堪比大千世界的画卷被那凶徒打穿, 而后徒手撕裂了。 轰的一声, 像是有成片的星海炸开, 由宇宙塌陷, 道徒被毁个干净。 黑袍道祖心都在滴血, 他被这种爆开的力量, 冲击得身体横飞, 自身遭受了重创。 轰咙, 楚风如混沌雷霆, 又像是开天辟地的至高生灵, 永不可挡, 摧枯拉朽, 直接又杀到了。 扑的一声, 真血四溅, 这一次黑袍道祖相当的惨烈, 半截身子被楚风用石宝妙术声声斩断了。 他的下半截身体坠落, 只有上半截身子逃了出去, 留下斑驳的道血, 撒了一路。 真是岂有此理, 楚风愤愤不已, 大声地咆哮, 为什么就杀不死, 打灭一次, 便又复苏出来, 真是煮不熟, 熬不烂, 祸害了很多进化文明, 你这恶棍当在今日应劫才对, 如何才能杀死。 楚风恼了, 想尽各种办法, 居然始终无法迅速地击毙对方。 他的全光极尽璀璨, 照亮岁月河流的上下游, 将黑袍道祖打穿, 打烂, 接着又打得炸开了。 可是, 到头来黑袍道祖还是复活了, 真身在现。 到了这个级数, 果然有不灭属性, 不断自那毁灭绝境中走出来, 与大道交感, 保持真身无损。 接下来, 楚风发狂, 他以脚下的金色纹落束缚住了黑袍道祖, 将他锁住, 一次又一次轰杀他。 然而, 每一次黑袍道祖都能在原地再生。 楚风怒了, 就守在近前, 对方的肉身与魂光凝聚一次, 他就夯死他一次, 不断重复这个过程。 黑袍道祖着实惊悚了, 他完全被克制, 真不是对手, 这个年轻的凶徒体内, 折服着无法想象的恐怖力量。 破, 黑袍道祖又一次被打爆, 脸色煞白, 他在金色的网格中重生, 想逃离都不行, 这片虚空被金色大网彻底覆盖了。 他不是没有付出代价, 任何生灵被反复扼杀, 肉身与灵魂接二连三的炸开, 都不可能强盛如故。 他在虚弱, 照这样下去, 他会越来越衰弱, 常年耗下去的话, 他真有陨落的可能。 远处, 纵然是九到一与古青, 也都看得目瞪口呆, 这小子太忙了, 居然可以做到这一步。 他在, 暴打盗族, 两个老头子无言了, 这以后还能愉快地揉搓他吗? 一个弄不好, 估计会被这小子反殴打一顿。 至于诡异族群的两大盗族, 看得心中很不适滋味, 而后怒火暴勇。 傻, 他们两人发狂, 尤其是与古青对决的盗族, 更是竭尽所能, 想要迅速解决战斗, 将古青镇压。 甚至, 他想在最短的时间内, 拎着古青去找储风算账, 让黑袍盗族脱困。 说到底, 他们始终认为, 储风杀不了那个黑袍生物, 所以才没有在第一时间杀过去。 我就不信灭不了你。 储风低语, 在接下来的时间段里, 他数次将黑袍盗族打得半截身躯, 化成飞灰, 动用了极限手段, 大杀特杀。 然而, 他不得不叹, 脱路级的生物, 当真是处在了一种不灭领域中, 灵魂炸开都能迅速再现。 所谓盗崩后也能重组, 盗体与真灵同时回归。 可以说, 黑袍盗族遭受了难以想象的痛苦, 这个境界如此身份, 竟体会到了所有传说中的酷刑。 这种磨难着实可怕, 看得杨坚的诸王都实话了, 那眼睛啊, 他们竟有幸目睹盗族被殴打个没完。 哼! 在这期间, 储风抽出一只手向着杨坚探去, 挤巴掌呼在某几个族群间, 解决那些背叛者。 反正一时间也杀不死黑袍盗族, 他开始清理门户。 忍! 突然, 他心头一动。 当最后一巴掌下去, 他拍死西天这个组织的一片嫡系与核心人马后, 他又一把将该组织的先王钻个半死提到域外, 因为他想到了一件器物, 或许能杀盗族。 时光炉呢? 储风暗中贺问, 那东西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很邪, 也很恐怖, 让人容易产生心理阴影。 但是现在想来, 他或许正式解决盗族, 甚至是对付路径及生灵的特殊法器, 当中蕴藏着一道杀制强者的秘咒。 天南藏者, 掩埋四级浮土间, 伐阴与阳二柴, 引大空之火。 当时, 在通天瀑布前, 正是西天组织的人售卖, 给出不算很离谱的价格, 等于是向外甩卖那口炉子。 因为, 古往今来, 但凡得到这件器物的生灵, 就没有一个落得好下场的。 纵然是李达, 这个史前大黑手, 当年也几乎暴毙, 最终出了意外去蜕变, 自封病锁在连着大阴间的光果中。 西天组织的前贤, 从时光炉中悟出过妙树, 威震阳间。 但是同时, 该组织也死了数位大人物, 首领都莫名暴毙了, 所以他们对此物又恨又怕, 也略有不舍。 每隔一段岁月, 他们都会故意抛弃时光炉, 想看一看, 其他得到此炉的人的下场, 用以摸索其蕴含的恐怖真相, 以及有可能藏着的 无敌进化法的真谛。 有, 在我们山门中并未带出来。 西天组织上一纪元的首领开口, 心中大惧。 他亲眼目睹, 元族, 四节雀族等先王的惨死, 更是看到了黑袍盗族在被暴打, 当即就失去反抗之心, 更不想嘴硬。 楚风搜魂后, 一巴掌拍死了他, 接着探出一只手, 进入阳间某座名山, 绝出一个拳头大的炉子。 没错, 正是他。 当初, 楚风曾亲手掂量过, 就是这东西。 时光炉看着小, 但内部空间其实很大, 足以能容纳壮丽山河。 楚风二话不说, 拎着被打得破破烂烂的黑袍盗族, 就像炉子里塞。 我人民币百分号。 黑袍盗族当时就不淡定了, 不是楚风这种侮辱性的架势刺, 激了他, 也不是快被捶爆的原因, 而是他第一时间惊悚, 感觉无比危险, 若是被塞进去的话, 可能会死。 啊, 他咆哮, 为此再次与楚风厮杀与拼命, 到了最后, 更是不惜崩断了躯体, 逃走了上半身。 远方, 无论是谁看到这一幕, 都感觉楚风太虎了, 就那么直接要将一位盗族给塞进个莫名其妙的金属小炉中。 楚风没去追他的上半截身子, 而是赶紧将其下半段给扔进了炉体中迅速而裹断。 他怕黑袍盗族自己引爆这半截身体, 在远处重新凝聚。 楚风将对手的下半段顺利投进炉中后, 长出一口气可以试验了。 远处依旧在金色网格中无法彻底逃离的黑袍盗族脸色变了, 因为他的下半截真身这次竟无法自毁, 以及再去彻底失去了联系。 他心头一沉, 生出不祥的预感, 不会要出事吧。 到了这个层次, 祈祷身不灭, 灵魂不朽, 所以纵然破烂了, 炸开了, 最后也总能再凝聚出来。 可是, 一旦彻底失去部分真身与魂光, 那算是也极大的代价与损失。 现在, 他就遇上了这种情况。 楚风催动时光炉, 光阴碎片飞舞, 大道火光跳跃, 炉中传来琵琶的响声, 道祖的半截躯体真的被烧着了。 虽然缺少四级浮屠等, 但眼下也有效果, 这东西就是为了对付脱路者, 甚至是针对路径及生灵准备的。 楚风心中矩阵, 他认为, 时光炉不会只是一种母巾胶筑的器物, 它多半隐藏着天大的秘密, 极其可怕。 所谓道祖不死, 短时间内难以灭杀, 这种共识可能要在今日被打破了。 不好, 无, 喂! 黑袍道祖低吼, 他虽然不知道炉中的情况, 但是本能的直觉依旧敏锐。 他觉得自己虚弱了, 道体与灵魂似乎永久性地缺失了一些。 那是下半段身体蕴含的血肉之经, 以及灵魂本源, 竟被对方给磨灭了部分。 他立时不顾身份, 大呼起来, 让另外两位道祖来解救他。 快, 无感觉恶难临头, 竟有覆灭之兆。 他大好, 另外两位道祖心神摇动, 这怎么可能, 一个矛头小子可以在短时间内威胁到拓路者。 九道一与古青也发呆, 那小子究竟做了什么? 然后, 他们两人疯狂进攻, 不让诡异族群的两位道祖离开去救援, 说什么也要为楚风争取时间, 击毙一个道祖。 而诡异族群的两位道祖则疯狂冲击, 血腥搏杀, 要杀过去, 赶到楚风那里。 因为, 这要是让他成功导致诡异恶土中走出来的顶尖生物身死刀灭, 被一个年轻人击杀, 那乐子就大了。 快啊! 黑袍道祖大叫, 他真的急眼了, 就这么片刻间, 楚风又杀过来了, 并且将他打爆了两次。 此时, 楚风正攥住他的手臂, 将他向炉子中赛呢。 这, 你大爷的, 也太恐怖了, 强如黑袍道祖, 心态也要崩了, 他分明感觉到, 这是要火化他。 而且, 这似乎真能成功。 扑的一声, 他自断一条臂膀, 如同壁虎断尾逃生般, 任鲜血淋淋, 他舍避而去。 尽管他第一时间要毁了那条手臂, 让它炸开, 而后在远方重组, 但终究是失败了。 那块区域被楚风禁锢, 也被金色网阁笼罩, 楚风从容地拾起那条手臂, 又给扔进时光炉中。 接着, 楚风露出一笑, 再次冲向黑袍道祖。 谁说高高在上, 服侍诸天的生灵, 不会害怕, 不会恐惧, 真到了某些境地中, 他们的心态也会炸裂。 现在, 黑袍道祖便是如此, 头皮发麻, 深感惊悚。 那个年轻的凶徒又来了, 再次拎住了他, 要将他塞进火化炉中, 而且那炉子真能弄死他, 火化他, 这样被人抓着, 使劲向礼赛, 有几人不崩溃。 我F警号人民币, 黑袍道祖, 毛骨悚然地大叫。